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J.Corey里面的这个选择器,是吧,选择器的话,那么它的写法怎么样呢,就是跟我们的样式一样写啊,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这个学习难度的啊,那么刚才有些同学怎么呢,这个J.S.S.啊,我说了它怎么样呢,它是什么,类似于你们的字典吧,是吧,那么有同学自己在后面加了一些其他样式,是吧,按照字典往后面加就可以了,是吧,那么就是,我是说了这个字典,大家如果学字典学得好的话,应该是这个字典会加的,是吧,比如说我再说一个, 一个Color,是不是可以啊,Color,比如说再拿一个什么呢,拿一个什么Red,是不是可以啊,都可以,是吧,这是字典吧,是吧,好,大家如果是理解了这个东西什么,就是什么,大家有这个扩展性,是吧,自己可以什么,加一些东西啊,好,那么刚才说的这个选择器,是吧,选择器的话,然后学,呃,说了一个S.S.方法啊,好,S.方法我们后面还要再详细的说一下啊,那么这个是基本的选择器, 是吧,基本选择器的话,跟我们的这个,样式里面的写法一样的啊,接着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选择的元素进行一个过滤啊,进行一个过滤,啊,过滤有什么呢,那么大概说一下,比如说,比如说我这个是选择的,这个是不是选择所有的DIV啊,这是用标签选择机选择的所有的DIV,是不是这样的啊,标签选择机选择的所有的DIV, 然后一个has,这个p,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选择,先把所有的DIV选完,选完之后,然后再挑选出什么,还有p标签的DIV吧,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p标签的DIV,然后把这个选完之后,这样什么,在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啊,好,这样子的啊,好,接着还有一个什么呢,比如说这个DIV再选,选完之后什么呢,lord,myclass,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的DIV选中了,选中完之后,然后去掉什么呢, 去掉没有什么呢,去掉有myclass的这个DIV,是吧,去掉,是吧,有myclass的DIV,啊,这个意思啊,选择class不等于myclass的DIV,啊,好,然后再一个DIV,多了DIV,然后是什么呢,这是filter,这是什么,选择class是等于myclass的DIV,是吧,啊,好,然后这个是选什么呢,这是选择第六个DIV,啊,就是说什么呢,这是EQ什么,5,是吧,EQ5,啊,好,这是关于选择, 选择器的什么呢,过滤,啊,好,过滤的话,我们来演示一下,大概演示一下,啊,好,选择器过滤,啊,这个是,好,直接写选择器过滤吧,选择器过滤,好,选择器过滤,好,选择器过滤,好,选择器过滤, 是吧,来看一下啊,好,那么假如说我这里面还是用DIV来举例吧,是吧,DIV来举例,啊,比如说这里面有DIV,啊,乘以一个8吧,有这么多DIV,是吧,好,那么我这么写吧,把里面加一个编号吧,是吧,比如说里面哪个Dollar,啊,Dollar里面再来一个编号,是吧,好,这样子,啊,好,那么首先的话,先要什么,选择它,用接口率选,是吧,先把接口率引进来,是吧,然后引进来,啊, SLC等于什么,这个J是里面什么,JQuery,啊,JQuery,啊,好,接着的话,我们来选它,是吧,好,选它,啊,选它,啊,选它的话,那么首先要写一个Ready吧,是吧,一样的,先写个Ready,啊,要不然就选不中它,是吧,好,比如说这个Dollar,Dollar里面什么呢,这个,拿一个Function,是吧,Function,啊,Function,然后是拿一个这个,好,选它,啊,首先的话是什么呢, 我想选这个Div,是吧,那么的话,直接写什么呢,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Dollar,Div,是吧,Div等于什么呢,一个Dollar,啊,Dollar什么呢,这个,里面写选择器,吧,这个是标签选择器,是吧,那我们直接写Div,就是标签选择器,了吧,是不是选择所谓的Div,啊,是吧,选择所谓的Div,啊,然后的话,再把这个,再把这些东西做事情,嘛,做什么事情,是吧,比如说,再次Dollar,Div,是不是,啊, 然后,CSS,假设,来一个什么呢,来一个什么,比如说,背景色吧,背景色,啊,G-O-U-N-D,是吧,D,然后是Color,是吧,Color,啊,这个可以写成同封式,也可以不写,是吧,然后假设,来一个什么呢,啊,来一个什么Red,是吧,或者Gold,吧,啊,这是选中了,是吧,啊,看一下,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所有的变成什么,Gold,吧,是不是啊,啊,这一下子就做完了,是吧,啊,这是基本的,啊,那么的话,接着我们怎么呢,实际上可以对这个Div进行一些过滤,是不是这样的,过滤,啊, 那么实际上这两句的话,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怎么样呢,如果说,这个只用一次的话,我们怎么样呢,可以把它,怎么呢,合并成一起写, 合并成一起也怎么写呢,这两句,是吧,比如说只用一次的话, 如果用多次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啊,用多次的话,可以什么,把它成为一个变量吧, 那么如果是,只用一次,比如说这个变量,只用一次的话,可以直接这么写,比如说直接写,多了,什么呢, 这个仅号Div,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是吧,直接点C,是不是可以啊,就没必要存了,是吧, 直接把它选中了,直接做事情,就不存了,啊,如果它只用一次的话,我们就不存,啊, 如果用多次的话,还是要存,是吧,用多次的话,存的话,是性能更高一点,是这样的,啊, 好,这个一样的是吧,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是吧,这么写啊, 好,这个是不是也一样的是吧,也一样的,啊,比如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一下,啊, 好,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这个过滤,是吧, 过滤的话,比如说,呃, 比如说拿一个这个,是吧,看一下啊, 这过滤的话,有一个LOT,是吧,比如说HASP,是吧, HASP,什么意思啊,比如说这里面啊, 来个P标签吧,P标签啊, 好,这样子,是吧, 这是不是有HASP啊,是吧, 好,看一下,那么默认的还是这样子,是吧,默认的还是这个, 还是这样子,但是它里面有个P标签, P标签默认是不是有什么, 有那个行高啊,是吧,默认有行高, 上下,上下什么,上下有这个间距,是吧, 好,那么的话,如果说这个,是吧, 我想选择这个DIV,是这样子啊, 那么就是, DORAL什么呢,这个仅号DIV, 然后是什么呢,HAS, HAS是什么, P标签吧,是吧, 这么写吧,啊, 还有P标签啊, 好,这个的话就是选择这个, 还有这个P标签的DIV,是吧, 好,这个DIV的话, 我给个另外的一样式,是吧, 比如说是CSS, 然后的话是拿一个, 想说是这个, 来个, 好,来一个FontorSize吧,是吧, FontorSize啊, 好,FontorSize看它能不能继承过去啊, FontorSize, 好,这里来一个什么呢, 这是来一个30PX, 是不是可以啊,30PX, 好, 好,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选择的这个DIV吧, 好,这个DIV啊, 好,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这是变成30啊, 来看一下啊, 好,这个是这里面什么, 给了个30是吧, 30啊, 然后这个P标签继承过来了, 继承过来了这个30啊, 好, 那这是关于它啊, 关于它的, 那么接着再演示一个吧, 比如说这里面再来一个, 最常用的啊, 最常用的, 比如说这个Lot和Filter, 这个也不怎么常用啊, 那么Lot和Filter的话是怎么呢, 我可以直接选什么多了点, 什么MyClass是不是可以啊, 这也行是吧, 这只是过滤的啊, 那么最常用的是什么, 这个EQ啊, 这个EQ比较常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选完之后, 我想过滤选第几个, 是吧, 第几个, 第几个的话它是什么呢, 从零开始的啊, 从零开始的啊, 比如说我想选择第四个, 第四个的话, 那么就是第五个是吧, 第四个的话, 比如说这一二三四, 这一个吧, 是吧, 这一个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多了什么呢, 啊, DIV是这样的, 然后是什么呢, EQ啊, EQ啊, EQ的话这个什么呢, EQ这个, 然后哪一个假如说是第四个是吧, EQ4啊, 好, 哪一个4Ss是吧, 好, 这个4Ss的话, 我哪一个什么呢, 哪一个text的indent, 可不可以啊, 哪个手上缩进啊, 这个是indent, 好, textindent, 给它哪一个什么呢, 哪个假如说是哪一个, 20px吧, 20px, 好, 好, 这个的话, 规范的话就可以写成这个陀峰式是吧, indent, 哎, 哎, 是吧, 好, 看一下这个EQ4是吧, EQ4啊, 好, 来刷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刷一下啊, 是吧, 那么这个是第五个吧, 4就是从零看出吧, 01234是吧, 那就是第五个啊, 好, 这是关于什么呢, 这个过滤是吧, 好, 过滤啊, 好, 那么其他的话, 那么就不一演示了, 就说你可以试一下就可以了啊, 试一下就行了啊, 就是说这两个可能不怎么常用啊, 只是演示一下,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选择器的过滤是吧, 过滤就是说, 选择完之后再过滤一些东西掉, 把它一些东西去掉, 然后剩下了是吧, 或者是从里面挑出一些东西出来, 这是过滤啊, 好, 接着的话那么还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选择器的什么呢, 转移是吧, 转移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选择了这个DIV, 然后我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多的DIV是吧, 然后是perview, 就是选择DIV前面紧挨的啊, 然后perviewall的话是什么, DIV前面紧, 前面所有的是吧, 然后是DIVnex的话是什么, 后面紧挨着的, 然后是什么, nexall的话是后面紧挨着所有的, 是这样的啊, 那么看一下就清楚了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演示一个吧, 也是比如说, 呃, 这个parent是选择它的负级吧, 负级啊, 好, children的话是什么呢, 选择DIV的所有子元素啊, 好, siblings这个应该比较常用, 就是选择它的什么, 所有同辈元素啊, 所有同辈元素,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DIV里面, 然后在什么呢, 它里面啊, DIV里面的什么呢, class是等于myclass的元素啊, 这个是它里面的啊, 跟这个不一样啊, 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呢, DIV里面是myclass的是吧, 这个是DIV里面, 包子的元素里面, 含有什么呢, myclass的啊, 这个不一样啊, 好, 这是关于它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啊, 这几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是应该是, 看这个东西应该比较好理解啊, 比较好理解, 然后的话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perview是吧, perview啊, perview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DIV前面紧挨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紧挨的啊, 好, 比如说这个, 我选择这个是吧, 选择这个吧, 这个应该是不是第五个啊, 是吧, 好, 第五个啊, 是不是第五个啊, 是吧, 就是这个显示就是第五个啊, 第五个我在里面再什么呢, 转移一下是吧, 比如说来一个perview, 再点, 这个是吧, 再点的话啊, 好, 这个负责一个上去吧, 这个原始是这个吧, 是吧, 原始这个啊, 这个的话, 什么, 这是testin等的啊, 好, 这个什么呢, perview应该是这个第四个吧, 第四个应该是这个是吧, 它的perview是不是这个啊, 是不是这个啊, 是吧, 好, 这个我来换一个, 比如说, 我把它的color吧, 改一下是吧, 比如说它的color, color来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 来个这个red吧, 都可以啊, red啊, 好, red的话, 那么就是这里面的什么呢, 它前一个啊, 好, 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变成红的啊, 还没有是吧, 红的吧, 啊, 这是perview吧, 啊, perview啊, 实际上是,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 就是说它里面, 就这么写, 你就这么写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啊, 所以说是, 一个是, 应该是简单, 而且很方便是吧, 很方便啊, 很方便, 好, 就是关于这个perview啊, 如果next的是不是也一样啊, 是吧, 那个是的啊, 好, 那么接着再看一下, 这个里面再来也是一个, 比如说这里面还有一个, 呃, 发音的什么这个啊, 这个需要演示一下啊, 这个需要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发音的myclass, 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什么, 它里面的myclass啊, 好, 比如说这里面啊, 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里面, 拿一个什么呢, 拿个span吧, 啊, 这里面拿个span啊, 好, 这里面比如说是, 8吧, 是吧, 好, 再拿一个啊, 然后这里面来个, 假设来个9吧, 这样子是吧, 然后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class啊, class等于什么呢, 假设等于一个什么呢, tip吧, 好, 这样一个class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用find的是吧, 比如说这个, dollar什么呢, dollar div, 啊, div, 然后是什么呢, find的啊, find的, 然后find的什么呢, 这里面, find的里面也是写选择器吧, 写选择器啊, 写选择器, 然后这个是.tip, 是不是啊, 点tip是不是选中了这个span的, 选这个span啊, 好, 再拿一个什么呢, sr是吧, 这样子假设哪一个class, 哪一个什么color, 是吧, color啊, 好, 要说哪一个什么呢, 好, 这个color, 好, 这个的话应该是, 不是太显眼啊, 它的不像眼, 我把它的, 把它的什么呢, 文字带要改一下吧, 这里改成个30吧, 30px, 啊, 好, 那么这个词的话是什么呢, 好, 假设说没有这一句是吧, 没有这一句的话, 那么是这样子的是吧, 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词嘛, 是不是有89啊, 89啊, 好, 如果说加上这一句啊, 加上这一句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的是吧, 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9速变成的啊, 什么30的啊, 看一下啊, 打开啊, 这个地方速变成30啊, 它是找它里面的, 没有没有, 找它里面有一个class是什么呢, 等于这个class的是吧, 找它里面有一个class是等于tip的, 这样一个元素啊, find tip,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选择器的转移啊, 选择的转移, 就是转移到其他元素上面去了, 是吧, 其他元素上面去了, 好, 好, 这是关于选择器的这些东西啊, 选择器这些东西, 好, 那么选择器的话, 这些东西是应该是, 列出来应该是比较常用的, 而且是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比较好理解的, 所以也是一两个, 大家应该也清楚了啊, 关键是大家要怎么样, 要把它敲对才行吧, 也敲错了, 可能就不行了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选择器, 实际上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器啊, 其他选择器没列出来的话, 大家啊, 也给, 那么上次也发了, 发给大家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关于J.Cory有个什么, 手册吧, 大家上次发的啊, 是不是有个手册啊, 大家看到没有, 是吧, 这个手册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全的, 什么呢, 比如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选择器啊, 选择器啊, 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种选择器, 看一下是吧, 比如说ID选择器是吧, 然后比如说这里面还有这个选择器啊, 很多种选择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刚才列出来是常用的啊, 还有不常用的选择器,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手册啊, 查手册就行了, 选择器我们不可能是什么, 记住所有的吧, 比如说要用到的时候可以怎么样, 在这里面来查一下啊, 在里面查一下, 比如说这个class选择器是什么呢, 就直接选这个class吧, 是吧, 这是我们常用的啊, 好, 这个手册的话大家什么, 要用到的什么, 过来查一下就行了啊, 好, 这里面有很多种选择器, 好, 这是关于这个手册的它的用法,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 那么选择器的一个是什么呢, 先选, 选完之后什么, 可以过滤是吧, 过滤完之后怎么样, 还可以转移是吧, 它非常灵活吧,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这个是关于选择的一些东西啊, 选择的话, 我们后面会经常的在什么呢, 练的, 是吧, 在不断的在熟悉它啊, 那么大概大家的话, 大概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了解啊, 大概的一个了解啊, 这些常用的我们会用到的啊, 后面会用到的, 好吧, 好, 接着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选择器的这个, 选完元素之后的有个判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选完之后怎么, 选完之后就是, 如果说没有这个元素的话怎么样呢, JC会融错啊, 融错会不会出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选中元素是吧, 到底有没有选中元素可以怎么判断呢, 可以用这个lens来判断啊, 如果这个lens是等于零的话, 就相当于没有选择元素啊, 如果lens是大于零的话, 什么呢, 就是选择的元素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 这个是再来, 哪一个文件吧, 好, 或者是把这个, 把这个再另存一下啊, 好, 把这个再另存一下, 啊, 这个是006啊, 006啊, 006,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这是选择器的什么呢, 这个, 啊, 判断啊, 判断是否选中的元素, 好, 这个是006啊, 保存一下, 好, 那么的话, 005的话, 把它改一下, 005里面应该还有什么呢, 啊, 里面还有什么, 过滤和转移吧, 转移啊, 好, 这里面又有过滤又有转移啊, 好, 好, 006再来看一下, 判断是否选中的元素, 是吧, 好, 同样的, 我把这个, 来啊, 假如这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什么呢, 这个, 仅号DIV是吧, 好, 仅号DIV1啊, DIV好, 这样一个元素是吧, 比如说这是DIV元素啊, 好, DIV元素, 好, 那么的话, 我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来选择它, 比如说是这个, 呃, 比如说多了一个DIV吧, 好, 多了DIV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多了什么呢, 多了, 然后是这个啊, 这个是仅号DIV1吧, 是吧, DIV1啊, 好, 那么我们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有没有选中呢, 是吧, 好, 那我再来写一个吧, DIV2, DIV2假如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多了, 是吧, 然后是仅号DIV2, 是不是这样的, 仅号DIV2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么写的时候会不会出错, 是吧, 按理来说的话, 这个是没问题吧, 这个应该报错吧, 是不是没有一个DIV2的元素啊,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看一下啊, 来检查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它是不报错的, 看见没有, 不报错的啊, 它只要是可以容错了, 就是有时候你没选中的话, 它也不会出错啊, 就是我们原生既然是如果选错的话是吗, 它就是报错吧, 整个成续就崩了, 是吧, 我们原生既然是会整个成续就整个, 都无法执行的, 但是JCORRY怎么样, 它可以执行, 可以执行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想判断这个什么呢, 判断它是否选中的话, 那么就用这个Lens, 是吧, 比如说它的, Alert吧, Alert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Dollar DIV它的什么呢, Lens, 还有ENGTH, 好, 通过这个数据可以判断一下啊, 就是判断一下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 Dollar DIV2, DIV它的Lens, CORRY啊, GTH,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再跑一下, 是吧, 那么首先谈出是个1吧, 是吧, 一个1啊, 那么的话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0呢, 0表示什么, 没有选中是吧, 没有选中元素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判断一个这个选择集, 到底有没有选中元素的话, 我们可以什么判断呢,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1辅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Dollar DIV2, 它的Lens, 是不是这样的啊, Lens如果是大于0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还可以做事情呢, 是大于0的时候是吧, 通过这个来判断吧, 通过这个来判断啊, 通过这个, 就是通过Lens, 是属性, 来判断什么呢, 来判断是否, 是否选, 选中了元素, 是吧, 这样子了吧, 是吧, 好, 这个的话什么意思呢, 啊, 这个是啊, 没有选中元素, 没有选中元素, 也不会报错啊, 没有选中元素, 啊, 也不会报错啊, 不会报错啊, 也不会报错, 然后程序, 程序, 正常运行啊, 好, 程序正常运行吧,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什么呢, 属于一把什么呢, 属于一把双刃键啊, 是不是叫双刃键啊, 你不报错的话, 有时候我确实没选中, 我也找不到错误, 是吧, 是不好找错啊, 是吧, 没这个元素, 你也不报错, 是不是很烦啊, 是吧, 这是确实的啊, 那么有方便的时候, 那么方便的同时呢, 也有不好的地方, 是这样的啊, 有不好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 叫做什么, 双刃键吧, 是吧, 双刃键啊, 是吧, 它锋利的话, 可以伤别人, 也可以伤到自己,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子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J.Cory里面的什么呢, 这是选择的地方啊, 选择啊,